卫视的跨年晚会了有没有,甚至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卫视的跨年晚会的期待值比春晚的更高,而为了提高收视率,各大卫视也是释出浑身解数,请来各路明星大腕,不管是炙手可热的小心肉活跃空气,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戏骨大腕回一杀,总是能吸引大波眼球。 这部台刚刚月初,各大卫视就已经陆续公布出自己请到的明星了。 首先,江苏卫视抛出今年重磅炸弹,吴亦凡已确定加盟今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自从退团回国发展后,吴亦凡可谓是势不可挡,不仅参演的电影都受到广泛好评,作为中国有嘻哈的导师,更是为大家展示了他的帅气认真与谦逊。 除了吴亦凡,江苏卫视还请到了李宇春,汪苏龙,毛不易,潘伟博,周华健,张信哲,李宗盛,陈慧玄,以及中国有嘻哈的众多优秀选手,天来光看名字本编表示,就已经热血沸腾了。 与荔枝台竞争最激烈的,当然要数芒果台了,湖南卫视的嘉宾阵容公布的比较晚,至今还在保持神秘中,不过相信湖南卫视的老熟人,肯定一个都不会少呢。 而浙江卫视就比较机智了,把跨年晚会的时间,定在了12月30号,提前一天,完美的避开高峰期,到时候奔跑吧伐木类,以及梦想的声音导师肯定悉数出席,不知道会带给大家怎样的震撼表演。 北京卫视的跨年今年将分三个会场,北京主会场水利方外,河北张家口泰武滑雪小镇,黑龙江哈尔滨冰原世纪欢乐谷军为世外会场,确定的嘉宾除了朴树,窦靖童,韩庚,杨坤,崔健,齐勤,逃跑计划,好云等艺人,还邀请了张继科,孙杨,吴米霞等奥运冠军加盟。 你最希望在快乐。